美国是目前世界上第一真实核科技强国,因为拥有逐多先进科技,美国通常也不愿让别国赶超,面对外持型技术封锁的策略。 虽然这种封锁能让一些国家万而却步,但对于我国来说,更是激励了我们分发自强的意志,比如我国北斗定位系统,就是国家自主研发赶超美国的。 在以前,美国一直对自己国家的GPS系统进行技术封锁,但他们万万没想到,中国居然自主研发出了北斗系统,其已经越来越优化,甚至要超过美国系统了,为了防止中国得到尖端技术,美国不惜对我们实行芯片进去。 不过,据媒体报道,我国北斗系统已经更换,上了中国自己生产的芯片,这又一次让美国见识到了中国自主研发的速度之快。 北斗系统在换上这批国产芯片之前,一直使用着国外购买的芯片,但我国科研人员知道,只有生产出中国自己的芯片,才不会对外存有依赖。 因此,第三代北斗卫星发射之际,我国自主芯片的成功研发,也为祖国航天事业,带来又一次新突破,美国军事专家对中国的发展也是格外关注。 据悉,美专家认为,如果中国将北斗技术应用到东风导弹中,将会大大提高这款导弹的战斗力。 可见北斗技术的强大,此前一直有人质疑,如果美国将其GPS系统关闭,中国的导弹是否还能正常发射? 现在北斗系统换上了中国自己生产的芯片,解决了这一问题,我们也就不用担心这种情况发生了。 中国航天技术的提升,也让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渴望与中国合作,比如我国提出的空间站项目,俄罗斯和其他国家都纷纷表示,希望能与中国合作。 这一次,中国芯片的诞生,又一次让世界看到了中国速度,打破美国封锁,研发出自己的芯片。 这不仅对北斗系统是一次技术革新,对我们国人也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,我们应该给祖国的科学家们点赞,视他们兢兢业业,为祖国的崛起不断固献力量。 就连美国的军事评论员都认为,中国各方面的发展速度都令人称奇,不论怎样,中国在崛起是不争的事实。 近些年,虽然中国在逐渐的强大,在世界之灵中的影响力也随之增强,但仍有一些国家对我国的建部感到眼红,比如经常在背后小动作不断在日本。 不过,就如美国军方的评论员所说,中国的建部是不得不承认的,日本与其在中国背后搞小动作,不如多想想自己如何更好的发展。 感谢观看